好 来看到是俄乌战争目前的最新发展了 虽然说在第四轮谈判传出何谈有望 但是乌克兰城市尼古拉耶夫在昨天 却仍旧是照到了俄军的炮弹轰炸 结果说有一栋大楼 是政府大楼被打穿了一个洞 好 画面上看得出来 就直接从中间打穿了这么一个洞 中共外电报导了 说州长表示多数人是有奇迹的逃生 但还是有些人困在瓦砾堆下 而昨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 死亡人数是已经达到了7人 但是有些报道指出 死亡人数是已经有了12个人 好 我们讲到在昨天这一场谈判 其实是第四轮的谈判 地点就选在土耳其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土耳其跟乌克兰 还有跟俄罗斯双方 其实都有友好关系 再加上土耳其的总统阿尔多安 其实跟普丁是说得上话的 所以这一回呢 让这一次的和谈 有机会在伊斯坦堡举行 同时呢 现在传出双方呢 也都拿出一些诚意了 还来看到在俄方的部分 俄罗斯的国防部副部长 叫做弗明他讲说 为了提升互信 俄方呢 他们会大幅的减少在基辅 还有切尔尼哥夫方向的军事活动 换句话说 在北部的军事活动 他们会稍稍的减缓暂停 好 至于在乌方这边 他们的讲法是说呢 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 要为乌克兰的国际安全保证 来达成协议 但是呢 他们也特别提到了 现在呢 他们这个保证 是希望有第三国 就有一点点像是北约组织 第五条款 所谓的集体防御条款 希望能够获得其他国家的安全保障 那现在传出来说 北约的这些国家 包括了波兰 包括了土耳其 包括加拿大 可能会是安全的保证国 另外呢 在克里米亚问题的部分 俄方这边很明确的说出了 说他们是拒绝归还克里米亚 还有顿巴斯地区的 但是呢 现在在乌方这边 他们是希望 可不可以 我们不要现在一次的谈定 我们把它推延 变成一个15年的谈判 成为15年的磋长期 来讨论到底克里米亚地位 要如何来界定 好 但是呢 俄方这边有说 和谈可以 但是问题是 第一 你们要先拒绝加入任何的军事联盟 在境内 不可以有所谓的军事基地 好 另一件事情则说了 其实也不反对你加入欧盟啦 那换句话说 也有一些转环的空间 当然这些善意 都让双方的领导人 现在传出 是有机会可以尽快的来会面的 好 另一件事情呢 则是这个BBC的报道了 他们认为呢 这一次谈判 是取得了至今最大的一个进展 但是大家都很怀疑 因为乌方讲嘛 你必须要先停火 才有可能好好谈 可是俄方说 他们要先撤兵减少军事活动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他就讲了 等着看吧 眼见为平 俄方讲话 他不相信 他要眼见为平 好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泽说了 说最主要的还是看他们做什么事情 因为他们觉得还没有看到 他们认真追求和平的迹象 还说了五角大厦 也就是美国的国防部 他们强调 现在确实透过空派的画面 有看到有部队慢慢的调离基辅 但是人数很少 让白宫这边他们觉得 所谓的调离 有没有可能只是在重新部署 而不是真正有意愿的要撤离呢 双方的谈判要持续进行 现在传出说这个谈判呢 是有可能可以让双方领导人见面的 但是必须事前工作 先做好 有可能现在各自回去 跟自己的头子来沟通 然后拟出一个草约之后 双方领导人见面 是同时签约草约 检石器拍下一枚飞弹 划过天际 画面右下方顿时 烟雾弥漫 碎屑残骸喷飞 俄罗斯轰炸乌南城市 尼古拉耶夫的政府大楼 能见到建筑物中央 破了一个大洞 受损相当严重 消防人员不断喷洒水柱 降温灭火 并用云梯车救出受困民众 对比前后照片更惊人 大楼被打穿 满地都是碎屑瓦砾 只剩下部分建筑结构遥遇坠 而乌边打边谈判 第五轮谈判二十九号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进行 终于有重大突破 乌方提议乌克兰成为中立国 换取安全保证 也就是乌克兰不加入军事同盟 也不拥有军事基地 俄罗斯则决定大幅减少 在首都基辅和北部城市 切尔尼哥夫的军事行动 更表示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警告 俄军有大量军备和人力 对乌国进行潜在攻击 美国乌角大厦也分析 俄罗斯恐怕只是变换阵地 重新部署 而不是真正的撤离 认为基辅的威胁还没结束 而且俄方没有提到乌克兰 东部和南部的情况 显然俄军猛烈进攻的这两处 仍然无法有重大突破 至今乌克兰已经有 一千万人流离失所 不过好消息传出俄乌将起草签署和平协议 大大增加两国领袖的会晤机会 期盼俄乌之战露出曙光 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再见 3780位朋友 我们来看到了 郭方山他就觉得 你看不是应该和谈有望吗 全世界都要停战 但只有美国好像还在加油天火 Bob Chen讲说承诺是嘴巴讲的 还是要做的 看下去才会知道 Sample则讲了说 乌克兰已经快要被打死了 这西方怎么还不赶快来劝架呢 那TJS84也说 美国不相信俄国 其实俄国也不相信美国 确实这一次在和谈的时候 就传出俄方讲 任何欧美国家他们讲的话 我一概不幸认为 不接受他们的外交斡旋 但是现在总算是 有一些些进度的 到底专家又怎么看呢 我们来看 前驻纽约练大使 借文集的分析 我觉得这一个战争 虽然表面上 一直在打打得很激烈 可是私底下的各种 各方面的这个 斡旋 谈判 接触 试探 我想应该都是在 非常密集的状况下进行的 而且是有多国的人士在里面 土耳其一直满积极的 不要忘记以色列也很积极 现在俄罗斯的大亨 石油大亨它也在里面 所以各方人士都有 那么我相信大陆 也在里面有穿针引线 那么所以这些我觉得 就是说虽然台面上 打得非常激烈 台底下的这种 斡旋 沟通 谋合的这种行为 基本上都没有停 没停 那这一次的到土耳其算是 我觉得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 那未必是一个决定性的发展 你可以看出来 俄罗斯愿意释出善意 那这个善意是在 它已经有军事的成果之后 它才释出来 如果不是说 它在东线的这个战役上 有突破性的进展 因为这个时候 因为俄罗斯在东线的打法 我认为已经改变了 也就是说已经有点像美军的打法 已经是 也不能说无差别 不过它这个攻城的时候 所用的手段 也已经是相当相当的 让军事的考量 胜过于政治的考量 你就看到这么多民房被击毁 整个城市被弥为平地 那这个地方事实上就 俄罗斯上本来它就有这个实力 那它现在渐渐的在 尤其在马里乌波这个战场 前两天就像车臣的领袖说 他们已经宣布胜利了 或是还剩下最后级一些残兵 这些在那边扫荡以后就结束了 所以这是有军事成就之下 你看出来俄罗斯就在谈判桌上 释出一个善意 那这个善意其实也是一个 给乌克兰一个怎么讲 一个下台或者顺势 而愿意做妥协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战争 基本上就是一个艺术 一个是军事跟外交的艺术的结合 而且军事跟外交也是密切结合的 所以我认为看这个局的话 我是觉得俄罗斯还是在掌控这个局 那不过只要你在军事上没有实力 你在战场上你是没有把握的 你是如果拖越久 对你越不利的话 那么这一方 这个弱势一方就会愿意在战场 就在谈判桌上 接受一些妥协的条件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基辅的围城可能会战火 会稍微停顿一点 那么给予乌克兰一个 也不是喘息 让他感觉到 俄罗斯还是有谈判的诚意的 感受到诚意 感受到诚意 那么这个 可是我认为在乌东的这一部分 尤其是大顿巴斯这两个州 那么俄罗斯达成军事上的完全胜利 我觉得还是会进行的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哈尔科夫这个城 那么前两天也被飞战 也被飞战打了 另外在南部的这个 尼古拉耶夫 也就是在这个赫尔松州 跟这个 奥德萨州之间的 这个尼古拉夫耶夫州 这个也被这个匕首飞弹攻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只能说是 中线的 尤其基辅战役这个地方 你看到一些和缓的迹象 可是在东线跟南线的这个 俄军的这种主动的一种 进攻的态势 我觉得还是没有停 因为如果俄军现在就停止 全线停止的话 那这场和谈 可能也会缺乏动力 那么哲伦斯基 我觉得一方面 他要看他的军队还能撑多久 另一方面 他在等待外援 他还不断地向这个西方世界 寻求各种外援 有啊 他在持续要东西 要东西 看起来 我觉得他要的一部分的这些 尤其是这个军事方面援助 那么可能已经 慢慢地到他的手里面了 你家里头是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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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